嗯,这个灾难发生在一个月前 那个傻爱马买的猫杀鸡 他以为很不错 不,我可不要挡这个玩具 更糟的是对于胖奥斯卡 太高他根本跳不上去 可怜的奥斯卡 所以,我必须为这个家做点改变了 当当,优必选空气萝卜智能猫杀鸡 他把极变盒巧妙地融合在滚筒上 这样就会跟随机器一起滚动 区别于静品的上下极变结构 从根源上防止了夹猫的发生 绿砂板将猫变分离出来 收集到盒里 防臭盖自动盖上 减少臭味溢出 这太妙了 而且,踏板距离地面只有124毫米高 连胖老弟奥斯卡都可以轻松进出 它有多重感应器 和我一样聪明 当我们靠近猫杀机或有重压的时候 机器立刻停止 当注意消失或靠近的物体静止五秒后 它才重新启动工作 就算奥斯卡再问 也不会被伤害 对于艾玛来说 清理也变得更轻松了 不用蹲下 只需打开 取出 扔掉 非常方便 换杀 一键完成 清洗 也只是举手之劳 漂亮 当我们去完厕所 猫杀机会自动推送消息 到艾玛的手机 它精准检测 并记录我和奥斯卡的健康数据 还有我们的小坠肉 天呐 奥斯卡 你又胖了 它还可以用手机远程操作 实时查看舱内情况 哦不 现在是我的私人事件 别看了 艾玛现在不用花时间处理便便 就有更多时间 花在我和奥斯卡身上了 优必选 空气萝卜 智能猫杀机